解忧,怎么样解脱你的忧愁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题目,我现在在研究 若事情不顺心的时候,你要想一下 我们传能的天赋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你就觉得,哦,原来已经松了好多了 我们的天赋的传能,他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搞只有一个是对的 我常常传天下都劝有老婆的男人 要欣赏他们的老婆,是他们的唯一 有老公的也应该是他们的唯一 今天我们要休息,甚至有很多唯一 最主要的唯一呢,是我们的天赋 你只能有一个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只有一个是对的 曾经有人对我说,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吗? 有可能吗?他们都是吃下我的意思 今天呢,终于要来看看,究竟圣经什么唯一 第一,凡事那样唯一,都是错的 都是不义,都是罪 那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 上天恩待我,我这几十年来有一个好处 就是记得圣经写在哪里 而且能够拿来用 我一辈子都说,只有圣经说的才是对的 如果你以前误会,或者是听错 今天要把它纠正 我一辈子都是说,只有圣经所说的才是对的 所以我常常强调,你听人讲道,要消化比利亚那里信徒 天天查考圣经,对一下 使徒保罗讲得道,跟圣经合不合 今天我有更容易的,圣经有没有记载 凡事神要我们人知道的,都已经记在圣经里面 这也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这两节圣经刻起来,你就知道 神要我们知道的真理,都已经写在这本圣经 只是这本圣经没有翻译的很准 但是他大概的意思都是对的 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 《优书亚记》二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 这一段圣经是传天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 不要读的,读了以后也不要看也不要听的 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爱主你们的神 分外的谨慎 他英文呢,你要求的就是在这里 very careful,非常小心的 你要非常小心的,谨慎的比较更好 爱主你的神 你若稍微转去 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果明 联络,借去互相往来 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史鲁彼得》在《史鲁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 神猜判他向意大利人传道 他到了门口 他告诉他们 我们犹太人,你们外巴人 本来是不可以来往 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些经文 他们犹太人 神吩咐 不可以跟外族人接亲 也不可以来往 就是这些经文 你们要确实的知道 主你们的神 必不再将他们 从你们眼前赶出去 如果你少为 离开你的天父 少为离开你的神 少为啊,不要太多啊 他们就要成为你的网络 陷阱,立上的 边眼中的赤 这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任何一个都不好受的 当然我们现在有新的叫做 背肢上面有一个猴子 它算是monkey on your back 这是美国人 喜欢讲的非常不好 我们中国人呢,是喜欢讲眼中的赤 所以如果你现在看见以色列国 他们日常的生活情况 你就知道这是应验这些经文 因为神说明的,神的话说明 他们如果犯犹豁神的律法 没有好好的,专一的爱这个神 他们就要遭到这些灾难 直到你,直到你们 你们在主,你们神 所赐的这美地灭亡 这是圣经记载 不是我说 所以传天下有人说我说呢 他犯多一个罪 冤枉成就汉 我常常做疼 那也是个罪 所以你要自己读圣经 直到你在主,你们神所赐的这个美地 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灭亡 我现在要走世人的路 必走的路 就是我要死了 现在你们说 现在我要死了 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 那这个翻译的不太清楚 他英文翻译清楚了 all your heart and soul all your heart and soul 所以你读圣经文呢 你必须理解人有三条命 有灵,有魂,有肉体 所以这个心呢 是讲我们肉体的愿望 魂,它这里翻译出来了 所以这里是你要传心你的肉体的愿望 魂里面的愿望 那灵不管啊 因为灵只是一个开关 叫这个肉体能够活在地上 那是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 我的知识都是圣经里面来的 只是我感谢神的恩典 讲到这里我就记得在那边 讲到那里我就记得在那边 所以这个一心一意不够清楚 要用你所有的肉体的感受 你所有魂里面的意愿 来爱主你的神 小心走这条道路 主你们神所应许的赐福 于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 神说你乖乖的爱这个神 你就会得到这个美的 你可以喝那些井 不是你挖的井 里面的水 你可以吃这些果实 不是你们种的 但是神给你们 你可得到好多好多的福气 没有一样落空 神都已经应验在你们身上 主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 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小心这句 主也必照样 死过样的灾难 神说如果你少为离开这个神 你不把这个神当为唯一 你不遵守 你不听话 你听话 神赐福给你 所有福气 每一句话都应验 那么现在要听清楚啊 如果你不听话 神说要将灾难给你们 也必应验 全世界理解嘛 你不要说 哇神要赐福 你就听见 神要赐福 你就 忘记了 不记得了 我们的小孩子 现在小孩子好厉害的 你叫他听话 他才能忘记 你说要给他十块钱 他就一定记得 过了几天 喂妈妈 你那天说要给我钱 要买啊没有啊 他才会提醒你 但是你叫他做的事情 他从来不提的 他不会 爸爸我上帝不是告诉你 要给你做这个吗 他没有做 他不会这样搞的 人就是有这个外蛋 OK 这是 神呢 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这样的 神说给你福气 什么福气 什么福气 你都得到了 神说如果你不好好爱他 你要得到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 也必定会孕悦 所以你们要 所以你们要 全心 所有的魂 都要好好谨慎的 爱主你的神 听他的话 不然呢 主我们的神 应许一切福气 都淋在你们身上 也必照样 使各样灾祸 或患 淋到你们身上 直到 你们 从主 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 除灭 另外翻译叫做 Wipe out 完全死掉 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传天下 是因为现在我放在晚上 传天下听信了 不是我说的 你自己去看 我不敢说 这种的话我不敢说 所以我靠圣经 把圣经分享给你知道 你们若违背主你们神 所吩咐你们所守的诱 去侍奉别神 归拜他 他们违背主他们的神 吩咐他们的事 违背 那是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耶利米的时候 已经写出来 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新诱 有旧有新诱 就是因为旧诱取消了 旧诱废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守诱 耶利米先知的时候 已经写下来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我讲了两下 那你说他们违背 他们跟神之间立的诱 所以神要另立新诱 所以这里很清楚 主的怒气 看见了 我们天父也会发脾气的 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不顺心的时候 可以生一下气 不要犯罪就行了 心又生气告诉我们 生气不要犯罪 还有太阳下山 就不要再生气 但是以父所书 事章或是六节 对不对 背出来啊 还要照着去做 OK 神也生气 主的怒气必向原发作 小心这一句 我把它画下来了 使里面在他所自的美地上 树树灭花 而且要快飞灭花 三次 如果你不以这个油花神为一 你就要死 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 你就要死 如果你在这个不守神的命令 你会输 输就死 你只有一个神 不听从就必灭花 非常简单 OK 这是圣经里面 刚才我们读得很清楚了 神只有一个是你的唯一 你不能偏差 如果你偏差呢 你就要死 神说赐你的福气 都应验 神说要将你灾难 也必会应验 所以千万不要 可能希望上帝忘记 我祷告主啊主啊 很多人祷告的主啊 是主犯的主 不是主耶稣的主 OK 所以很麻烦的 第二 加太书一章六到第八节 我祈求你们这么快离开 接受基督之恩 照你们去 去从别的福音 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 教了你们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 更改 传世界 西方国家神学家 我一辈子在教里面长大 传道五十多年 又来又清楚 西方国家那些神学家 更改 基督的福音 然后传给你们 中国 把信耶稣变成基督教 我们信耶稣呢 是建立基督的教会 不是基督教会 是基督教会 可能全世界很多人也听不清楚的 他没有办法听清楚的 因为他的心已经硬了 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道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使 若传出于给你们 以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相同 他就应当被诅咎 清清楚楚 使徒保罗说的不是我说 加拿大书一章第八节 第六到十二节 那一段讲得很清楚 所以一套教训 一个福音 一个讲法 一个教会 都是一个 都是唯一 不能有第二 如果你有第二 你参加一点东西进去 我常用这个比例 一杯清水 你放盐 不再是清水 叫什么 糖水 如果你加盐 也不是清水 叫做盐水 现在有人加了檸檬 加了檸檬是好的 OK 檸檬水有很多好处 OK 总而言之 你加了檸檬 就不叫灵 就不叫水了 总而言之 变了 你只有一个福音 所有不同 都要受诅咒 那是第二 非常清楚 简单 神只有一个 那胆感有第二个 你就要受灾祸 要灭亡 从神所赐你的美地上灭亡 以福守书第四章 世道第六节 那 身体 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只有一个 那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里面 蒙交 只有同有 一个指望 看着 手清楚啊 要背出来 这个要背出来 七个一 七个一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万福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是这样背 因为我要把它简单化 有次序 有程序 前后 然后比较容易背 容易记 最高开始 一神 一主耶稣基督 一圣灵 一套教训 这个信不是信耶稣的信 是一套教训 一喜 一个洗礼 一个身体 一个基督的教会 一个指望 所以 一二三四 五六七 所以这也是 七个一 记得把它 从最高开始 背下来 最高是什么 一个神 一个主 一个圣灵 你也可以说 一本圣经 一套教训 一套教训 然后呢 只有一个洗礼 洗礼以后 什么 有教会了 一个教会 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就什么 有一个指望 那是永生 对 就是那个盼望 永生 清楚啊 立刻要把它背下来 只能有一个 这些都是唯一 不能有第二个 这是英文的 神就一套教训 所有不同 就是做恶 这句话呢 哪里来的呢 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里有 我在中国有一个地方 好像云南 少数民主 他们教育水准很低 所以我讲的很简单 就算是讲了好久 今天没有时间 只是呢 我发现他们那里有一个 年轻人 圣经训练学校 要五十个年轻人 圣经非常熟 所以我常常为他们祷告 希望这些年轻人 圣经熟啊 赶快长大 来少数民主里面传道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去 他们自己搞就行了 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是基督的教会 一个头 配一个教会 配一个身体 不能有两个 所以 记得啊 一个神 一个神 记得 一套教训 不能有两个 还有一个教会 不能有两个 第四啦 《洗徒行传》 第四章十二节 这个很多人都会背啦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赤下悲鸣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一个名字 你可以靠着得救 就是耶稣是基督 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 耶稣说 若是你们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第五啦 我这样说 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劝你留在以赴手 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 传一个不同的教训 那两千年前已经有这个麻烦 人要传不同的教训 所以史罗马罗 理由提摩太在那边 你要吩咐 那几个人不可传 一个不同的教训 也是叫做福音 也是一套 一本圣经 一套 一个意思 我年轻在学校里面 在教会里面 看见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这样讲道 有不同的解释 然后呢 我们就问 为什么一些圣经 有不同的解释 他们用圣灵的亮光 不相同 现在我知道了 那是骗人的用心 一本圣经 一个意思 不得要两个意思 上面恩待我 我现在知道 怎么样对阵 如果他解释错误 我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感谢神恩典 所以你读这本圣经 要信耶稣 信到准确很难 因为他自己就翻到不准确 有一班人在加州 出了一本新的圣经 他要推销 他推销 我把广东话都放在里面 广东话叫推销 普通话叫推销 他要向我推销 所以呢 希望我们教会 能够买几十本 因为我们教会 如果有买 要几十本 他说这本圣经呢 有两万个 翻译到不准确的地方 两万个 所以我就赶快看他的两万个 当然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看到两万个 我只是要对照一下 我发现的 他们有没有放在里面 我发现那几个 他们还没有放在里面 所以 照我知道的 两万还要加一点 我发现 他们没有发现 OK 怎么言之呢 你要准确 罗马书三章二十九三十二三十节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也不做外方人的神吗 是的 也做外方人的神 神即是一位 你不能说 这班人有他的神 那班人有他的神 没有的 圣经里面讲 你不能说 我们犹太人有一个神 中国人另外一个神 一代人另外一个神 不是这样 不管你什么人 都是这个神 不能有第二个神 这个圣经讲的 你自己去研究 罗马书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所以 我的讲章 都是圣经里面的 所以 传天下 都应该感谢我 我发现 然后跟你分享 你喜欢 要感谢我 不喜欢 也要感谢我 更加要感谢我 我冒作危险 把他告诉你 OK 死了行转了 死了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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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所以九到十一节 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这我是照圣经背的 这点圣经有关系 OK 就是 你不要跟他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跟他有关系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这是为什么有些传道传一辈子 到了耶稣门前 耶稣打住他 不是欢迎他 是打住他 告诉他说耶稣不认识他 说他们是作恶的 所以我这里开始我是这样说 所以我这里是说 如果你不照圣经是变成作恶 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七 绝书这样说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死在最中 我刚才以为这里没有 所以这里出来了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中文看不出来 看着 所以我要英文的 看着 这是为什么我要来美国 本来我以为来美国 两个礼拜就跑掉了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真理 这个生命 就是点做这个特定的一个 你不能说他又搞出来这个 他又搞出来这个 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个 传天下不要在我成为要搞这个 因为我会说 我有一个 我这个比你一定好 比你那个一定好 一定更好 上来恩待我 我从小就有这个胆量 感谢上的恩典 我在香港 四十多五十年前 二十几岁还没有三十 有一次有 长老会 要跟我辩论圣经 四个长老 我一个人 当然我带着一个年轻人去休息 然后去 走进去 哇 他整个台上摆了好多书 什么教父 什么牧师 聪明的人写的书 我坐下来喝一杯茶 然后就说 哦原来你们不喜欢读圣经 喜欢研究书 好 我写一本给你们读 我担保我写那本比这些多好 看我二十几岁敢这样说 我担保我写的书一定比他们好 你们要读我的书 他们说他们都是博士很出名 我说我是他们的老师 看我二十几岁就感觉了说 我说我是他们的老师 他们在哪里叫他们来 死掉了 他们都死掉了 我说那好 你要听死人还是听活人 他没有办法 明白 我二十几岁就会搞这个了 他们都死掉了 写这些书的人都死掉了 那现在你要听活人 他就听死人了 OK 他说OK 好好好 我读圣经 我说长老会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立刻就完蛋了 就不要三分钟 上了恩典 我就是从小长出来这个 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有就有 没有就不要 就说没有 立刻要说 说慢一点都不行 说慢一点是什么来的 魔鬼撒旦 那是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感谢神的恩典 来到圣经 我是不饶人的 特别是那些胆敢做长老 特别那些胆敢做神秀博士 他们一定要晓得 我们中国人 常常用这些学问 这个名气来压人 以为我们必须听他的 他是谁 圣经才是权威 圣经才是我们的 圣灵律法 我们判断人的只有一个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耶稣基督 文师对耶稣说 父子说 神是只有一位 实在不错 除他以外 没有第二个 两千年前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而且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是这个神 不能说你不同种族 有另一个神 不同森林 非洲森林里面 有一棵树 也说这棵树 他们的神 不能这样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父 就是你们在天上的父 记得他 法德只有一个 好像不久了 意大利有个法德 要来美国 你要小心啊 圣灵树 只有一个法德 那个法德在天上 不在地上 OK 在天上不在地上 你只能 只能有一个天父 多了就是对神 极大的侮辱 非常大的侮辱 就是说 你妈妈是淫妇 因为他有两个丈夫 这个很危险的 不要给我搞这个 总而言之 天上只有一个天父 传世人当确实知道 所有得救人 都已经完完全全 和唯一 在一个基督的教会里面 这句话 登随传世界 但是呢 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 感谢神人点 我有圣经根据 写在下面这里 史律行传二章四十七节 约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 圣经里说的 哇 还有两分钟 感谢神人点 记得啊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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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